嗨,大家好,这是Christi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然后你也就跟着给大家带来一支 get ready with me 这个get ready with me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拿这个闪戏话来讲了 如果没有听懂的小伙伴们不要着急 我先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非常不过所的一大堆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是Christina 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支get ready with me 就是这样子 闪戏话版本的一个开场 然后呢,今天是我过完26岁生日的第一天 特别特别开心 开心的不是因为我收到什么礼物啦 就开心的就真的是因为收到很多很多 大家对我的祝福 就是从11号开始 对,为什么是从11号开始 因为就是国内和美国这边有时差嘛 所以从11号开始 就有小伙伴开始给我就是祝我生日快乐 然后大家也有给我发私信说了很多很多 就真的我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这真的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生日祝福最多的一次了 就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生日祝福 我可能把过去的25年加起来就和这两天说到的生日祝福差不多吧 其实我做视频到现在为止已经9个多月了 对,就已经快一年了 然后就能够支持我一直坚持下去 一直做下去的全部动力都是来自于你们 对,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超开心的,然后我现在一提到这个 我现在整个脸就特别特别的红,超级热 嗯,反正就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能够认识大家 其实也不是就是跟大家能够就这样面对面的说话呀 但就这个感觉真的很奇妙 非常谢谢你们 哇,感谢感谢感谢 好了,现在先不多说 我已经激动了,脸都已经有点红了 就太激动了 今天这支视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新品的一个测评吧 因为我最近买了很多网上比较火的产品 今天就想跟大家边唠嗑,然后边化妆 测一测这些火翻天的这些产品到底好不好用 然后现在就开始一层一层的 今天一起跟大家化妆,然后护肤吧 那先给大家看到底哪些东西是最新的吧 唇膏,鱼味的这个tattoo系列的 然后三支 还有一个滋生堂的这个防扇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今天的重头戏 欧莱雅的叫什么来着 嗯,叫什么来着 这个,睫毛膏,对 还有一个是今天真的最最最最最最万众瞩目的 就是这一支 好久没来贴到我的头上 Natasha Dinona他们家的这个日落眼影盘 哇,这个真的也是比较难买的一些最近非常热门的单品 好了,开始吧 就是上爽肤水那些吧 爽肤水我最近一直在用的是The Ginza 比较基础的一个单品吧 这个还是蛮保湿的 就用起来非常舒服 大家就是在磨脸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你的脖子 然后把它拍一下 用完水以后呢,我会用这个SK-2的这个神仙水 而对于混油皮来说就维稳特别好 但我最近就是这块 你看,长个痘印 它现在还有点红红的 但已经好很多了 前两天就肿得就像跟被文字钉了一样 今天这是一个全新的背景 有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地方拍出来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一直没有选这块 但我今天把相机往这一架 我觉得光线还不错 最起码就看起来还是比较亮,比较白的 上一支视频 大家说就是试色有一点点湿针了 那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家里面光线非常的暗 然后我有打灯 打灯以后可能拍我的时候就过亮了 所以就有一点点湿针 最后一步是用这个自生糖的红药子精华 水水的嫩的 然后非常清爽 所以夏天用起来非常舒服的一款 红药子精华加任何的美白精华 都可以让美白精华的这个效果翻倍 我之前用那个SK2的那个小灯泡的时候 就一直在搭配这个红药子精华使用 效果确实还挺不错的 最后一步呢就是用LAMIA的这个素颜霜 之前也在就是我的爱用品里面 给大家推荐过一次吧 非常的水润 然后没有任何的负担 然后脸部的基础保养就已经做到了 现在来用一下防晒 那防晒呢就用到今天这个 新入合的这个滋生糖的一个美白防晒 SPF值呢是23 如果你在室内我觉得就可以 就足够用了 大家能看到吗 是这种粉粉的带一点点珠光感 有点像乳液的质地 然后味道就是滋生糖他们家 灌油的那个香味 这个防晒我现在感觉它就是 清爽度的话 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清爽度 和我一直在用的这个雪鸡精相比 我觉得没有雪鸡精这个清爽 但我自己目前从镜子里面看 提亮还有它修饰肤色的这个效果 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有一点点带这种微微的这种闪光 但它吸收感快了 现在吸收了以后脸上 没有任何的这种油光感 但是摸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腻腻的 然后用完防晒了以后 我通常就会用粉底液了 然后最近一直在用的粉底液 是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double wear 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 你不买的话你绝对就是你人生做的 最大的措施之一 这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一般来说我上班的话 我到下午我一定要补妆 但这个我基本上我一天下来都不用补妆 大概我用的这个颜色呢 是1W1 刚一上脸我觉得有一点点黄 我现在涂一下大家看 然后呢 跟大家讲一下 我可能最近又要搬家了 我真的是用生命在搬家 但这次搬家了以后呢 我应该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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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再去搬家了 已经忙到我觉得 特别特别累 就心塞塞 先把它打匀 用的还是这个美妆蛋 我真觉得美妆蛋是全世界上妆最好的工具 不管怎么样我都很爱它 然后呢把它打开 还蛮轻薄的 而且一点一点都不制痘 大家这一点完全不用担心 可以非常非常安心的用起来了 现在嘴都已经变白了 然后夏天呢 我就希望妆感变得比较轻 所以我一般来说 涂完这个底妆以后 我就直接上散粉了 那我最近一直在用的散粉 是这一个 就是自生堂的这个心肌散粉 是叫心肌散粉吗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说错的话 大家就在弹幕里面 或者在评论里面 给我纠正一下 味道也很好闻 然后呢我会用这个刷子 把它这样扫一下 先有一点点 然后呢就是在我的脸上 把它们全部的都打开 一定要给眼皮上也撒上 就是这个蜜粉 眼妆的话就会比较好化一些了 然后这个刷子也超好用的 其实我当时买这个刷子的时候 我是跟那个店人说 我要一个就是阴影刷 结果他给我拿了个这个 怎么看都不像阴影刷 后来我上网查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大面积的这种扫的这种刷子 所以我就拿它当蜜粉刷了 还不错也用起来 非常的轻薄 就感觉你整个脸上有种 薄薄的那种薄纱的感觉 好 对 其实这个也算是最近 新入合的产品了 然后呢画一下眉毛吧 那眉毛我就画快一点 之前给大家出过那个眉毛的教程嘛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那个教程 然后直接可以跳过这一步 对 现在呢就要到了眼影部分 OMG 激动 激动 激动人心的十分道啊 四四方方的 对吧 大家看是一种金色的 因为它这个盘子叫做日落盘嘛 所以它这个里面就很应景 哦 太小心了就很怕 哇哦 哇哦 这个真的超级美的 里面配色真的 我今年真的很喜欢橘色的那个眼影 然后这个里面的配色 大家看就全部就是这种暖暖的这种橘色和棕色感 他们家这个牌子这点做的蛮好的 就是有一个这个透明的这个东西 它是粘到这个上面 所以不会掉 整个质感就看起来超级棒的有没有 那我给大家现在呢先在胳膊上做一下试色 那我今天呢就会挑选出来几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这一盘眼影大家看有12312345 总共有15个颜色 价位是100100多刀吧 就120到130之间有一点点偏高的 所以说大家就是种草呢需要谨慎 确定无误的然后再去买好吗 那么我呢会先用花的圆舞曲 我忘记是哪一家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中号的这个晕染刷来做一个眼部的铺底 先把这个颜色在眼睛上先涂一下 这也太红了吧 这个就完全是粉色的 在这就很浅对吧 但在我眼睛上是超级红的 所以呢我大概就是轻轻的扫一下下吧 刚才真的好像有点重了 这样就好很多了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橘色 做整个眼窝的一个打底 就是这个颜色呢再来加深一下 那我还会用这个刷子 我舍不得下手 轻轻的在这点一下下 这上色度好好啊 超级无敌世界好 妈呀也太好看了吧 我发现我这个人不能做get ready with me 因为我化妆的时候尤其是化眼妆的时候 我就不能说话 整个人就吃它表现就 就完全吃它了 就没有办法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我得好好练习练习 怎么就是边化妆还能边说话 然后再把它这个边界处呢 给它稍微扫的不这么明显一些 接下来呢我会用这个Sephora和主宝堂 还是白凤堂合作的这个刷子 毛比较长一点 大家能看到吗 它这个毛还比较长 然后把这个颜色 这个粉粉淘淘的颜色 浮在我的这个轮廓上面 OMG 这个颜色真的还蛮挑战的 来让我先轻轻的化一点点 立刻变粉了有没有 不敢下手 然后呢再眼头也稍微加重一下颜色 再拿它的背面 就完全没有沾上它这个颜色的背面了 把它稍微的往前带一点点 整个人在镜头里面看起来像个鬼 这个颜色就 特别特别像唱京剧的 唱女角的感觉都是这样的 然后唱男角的好像就是黑 就感觉整个眼睛都是黑不隆隆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用这个刷子 就是也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这个叫什么花的圆舞曲 他们家的这个刷子 那这个刷子呢我会把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它们俩混合起来呢涂在我的眼颜处 还有这个眼头变深一点点 画眼影的时候我就有种感觉慈穷了 然后呢把另外一个画一下 眼影的质量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想问我 昨天过生日我都干嘛了吧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干 我在上班 然后下班以后已经8点多 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出去吃了饭 这是一个表情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吧 没有怎么特别庆祝 我喜欢就是好朋友在一起 然后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喜欢party 就来一堆人 然后在家里面来庆祝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 就现在就喜欢那种朴实无华的 然后把这个刷子在这个清洁板上面给它清洁一下 然后把我的整个眼部现在呢 好好给它晕染一下 晕染是最重要的 就是让它的颜色过度的非常自然一些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大家看这个是晕染过的 这个是没有晕染的 有没有觉得这个就看起来要自然一些 就是界限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就是留学的小伙伴都已经回国了吧 国内的小伙伴应该现在还没有放假 应该现在是正在final的时间吧 要么就忙着学习 要么就忙着玩 然后这两天波士顿突然一下子温度变得特别特别高 就是三十四五度 对于波士顿人来讲 这种温度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如果是四十度 我觉得全程都可以不上班了 大家就天天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就躺着就可以了 感觉他们的抗热能力非常差 但抗和能力那是一流的好吗 接下来呢就要画这个眼线啊 那眼线呢我最近 最近我内眼线一直用的是这个 makeup forever的这个内眼线 哇超好用的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很浓郁它这个颜色 而且画起来非常舒服 一点都不痛 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画内眼线 我画内眼线 我觉得画了以后和没画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画外眼线 它这个效果比较明显一点 内眼线画完了以后呢 然后画一下外眼线 跟大家说一下 我最近用的一个非常难用的眼线笔 但我最近还在用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眼线的这个颜色 就这个LB的他们家的这个奶油眼线笔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难用啊 第一是它非常的难上色 就感觉你要这样使劲使劲使劲的涂 它才能涂上你的眼皮 第二你只要一使劲它就会断 我这个笔我买回来 已经断了至少有三到四次了 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笔不是用完的 是感觉是断完的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颜色真的很好看 带一点点闪闪的那种金棕色 它超级美的 所以说虽然说它就这么难用 但我还一直在使用它 我真的上不了色呀 妈呀我废了九牛二虎之笔 终于把这个眼线给画完了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 就不要买这个了好吗 千万不要买 非常难用 非常容易断 接下来呢我需要再用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呢把这个眼线部分呢 稍微的和这个眼影部分的融合一下 其实刚才用的那个眼线笔 它也是一个就是比较网红吧 因为挺多人推荐 但真的自己用了以后才知道好难用啊 暈染刷 再暈染一下下 接下来呢我会用这个细 非常非常细的这个勾勒你下眼瞼的部分 这部沙子呢 把这个颜色涂到我的下眼瞼部分 最后呢我会用手指把这个颜色加在我眼皮的中间 就直接点到这就可以了 这个颜色呢它看起来是这种棕色 实际上上眼睛以后呢有一点点稍稍的偏橘 眼部呢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呢就要加一下睫毛了 然后用一下它这个睫毛膏 这个传说中非常好用的这个睫毛膏 最近呢还在用的一个比较好用的睫毛夹 这个睫毛夹我已经用了有好几个月了吧 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推荐 都忘记这个小家伙了 那今天正好用的话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子往下看 然后呢夹住 夹住以后呢你再往上走 大概三四次吧你这样使劲 它家这个睫毛夹特别是这种圆的这种眼形 就眼头眼中还有眼后的这个睫毛都可以夹起来 现在呢就要用一下这个睫毛膏 睫毛刷呢是这种的刷体 一看就是涂出来会非常浓郁 哇它这个膏体完全不会就是涂到你的那个睫毛的根部 我现在就只涂了这边的上睫毛 看一下这两边的对比 就你跟这款比现在这边就是又短又小 然后呢又不翘 然后我再涂一下下睫毛 它现在整个下睫毛就是一根一根一根的 它完全不会就让你的睫毛下面会有那个晕染的那个阴影啊 这个是没有画的 然后呢这个是画了的 太棒了它这个 整个人眼睛大了有一倍 不管是这个长度啊还是卷翘度都翻翻翻 往上翻了好几倍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 大家快去买 好那最后呢我会用一下 还是Tarte他们家这个眼影刷 把这个颜色在眼头呢来进行一个提亮 好那接下来呢进行的就是高光部分 那高光呢我会给眉骨这儿打高光 然后鼻子 然后还有我的这块 然后还有这块 眉骨部分我会用的是这个benefit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这个高光眉笔 之后你如果用完的话 是需要拿那个转笔道来转一下 好然后接下来呢要用的是我的 先用修容吧 这个benefit他们家这个修容盘 Hoola Light 这个颜色也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吧 你基本上你就是怎么涂都没什么问题的 好然后呢还有我的就是这个鼻鼓这个地方 刚才忘记涂修容 好接下来呢来画一下高光 今天的高光就还用和这个眼影 Natasha and Nona他们家一个品牌的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我个人还蛮喜欢 它这种香槟精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我会在鼻子上先画一下 然后我们再点加这块 哇大家能看到这块吗 这个就亮起来了 这块也画一点点 最近呢我会给鼻头这款 再来弄一下下 就很有元气的样子 就给在鼻头上面点一点点 因为高光以后呢就要用三红 一直一直一直在用的呢 就是这一盘benefit他们家这个三红 那我今天呢我就要涂一下这个颜色 超级美 就要涂一下下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它完全不会喧兵夺主的那种 对然后呢给眼下是可以小一点点 好那最后要涂的是唇膏 我刚刚的唇膏自己买了三个Dior Tattoo系列的 那么我会把这三个颜色呢给大家都来试一下色 然后呢会选其中一个和今天妆容最大的颜色呢 来上嘴 第一个呢是这个491号 比较就是深一点的这种 有点像樱桃红 接下来的这支呢是771 它颜色要比刚才的那个要深一些 更偏红一点点 最后这个颜色呢就是761 那大家光从它这个唇膏的这个外壳 你就能看出来这个颜色是比较少女一点的 大家在这试一下下 好粉色 今天这个眼妆呢我觉得其实最适合的颜色 应该就是刚才第一个这个491 所以说我今天会把这个颜色呢涂到我的嘴上 这个上嘴以后真的超级润的 而且有点清清凉凉的薄荷味 好我们挑错颜色了 这个颜色怎么这么紫 我直接涂这个颜色配这个眼影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决定叠加一下 我要叠加一下这个771色 因为这个颜色比较偏红一点 好了那现在就是我把这两支 一支是771 一支是491 这样去叠加在一起的效果 那我个人用下这支唇釉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妙 为什么是妙呢 它就是作为一个唇釉 它完全一点都不干 就超出了我对唇釉的那个认知的范围 它一上嘴就是那种清清凉凉的特别水润 然后我刚才一不小心它吃了一口 吃了以后它是那种薄荷味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吃了就吃了 还是挺好吃的 我现在来在嘴上面试一下 看它会不会留这个印子 清一清 基本上都没有留下来 有一丢丢小小的印子 但是完全不是那种唇印 就是我觉得这款真的是 买到就是赚到 所以说我赚了三支 如果你没有买的话 可能就是赔了 这个唇釉我真的是推荐 所以今天买的这些东西呢 给大家看的所有新品 我觉得都是值得推荐的单品 然后如果你被种草了什么东西呢 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被拔草了什么东西呢 也欢迎你告诉我 然后呢这个视频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大家不要走开 跟大家来一起再来拆一个箱 我买了已经差不多快两个月了吧 但我就特别懒 一直没有拆 我今天是拆了这些包裹以后 我发现这个包裹 就压在所有的包裹下面 孤零零的一个人特别可怜 我就想说 那我把它拿过来 跟大家一起拆一个箱 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 因为我自己 现在真的不知道里面有啥 因为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了 但好像是以护肤品为主呢 对所以就打开它看一下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孤零零的包裹装什么样 来这样子 这个是我在一个叫Secret BB他们家的这个网站上买的 这个也是我之前有听朋友推荐过 打开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我的补货产品 或者是我想买了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买到的产品 第一个是一个这个柚子的这个截面 这个柚子截面我之前听Reilly推荐过 所以我就买了 据说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这样一个清洁 然后我基本上化妆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我在截面产品上我不希望它过于刺激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Paba的这个无添加主义的这个水 这个水我之前用过 我觉得非常不错 所以说它是我的一个补给 它这个水是那种非常清澈的那种质地 对 大家看 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香味 就我最常的就是把它当做水膜了 然后就敷上厚厚的一层然后填在脸上 感觉它的补水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是一个眼线 2014年就是全日本盘名第一的一个眼线笔 它叫做Linani Waterproof的这样一个liquid eyeliner 在那里 我不知道画了一个什么什么鬼 它下水还是比较流畅的那种 笔头是感觉比较柔软的 如果说你有用过这一款眼线笔的话 那你也可以在评论栏或者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你觉得它好不好用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就是去角质的这个角度的一个 Mask吧 它这个里面打开的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看一下它这个东西该怎么用 看起来有点恶心 是像袜子一样 你要先穿到脚上泡60分钟 然后再来洗就好了 之后你的脚就会不停的褪皮 然后变得特别光滑 这个东西看着 看着有点恶心 因为现在夏天快到了 然后大家知道就穿凉鞋的话 如果你的脚跟啊或者脚上面有很多那种死皮的话 看了就没有很好看 所以我就赶紧买了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眉笔 这个眉笔我当时是在网上看到 它这个介绍以后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打开以后是一个笔头 它这个是这种浅棕色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它这儿还有一个口 你可以再打开 是这样转下来的 浅浅的这个棕色的这个powder 可以帮你把整个眉布呢 晕染的更加自然一些 最后这块呢就是一个眉刷 所以说它这一个眉笔 它其实是有三个东西 好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 是雪花秀的润造精华 那这个之前其实我有吐槽过 我觉得它没有说让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用 但是后来就有一个subscriber跟我讲说 Christina你要坚持使用它 你才能看到效果 你不要用了一瓶觉得不好用 你就放弃它了 请你再给它一次机会 我就想再给它一次机会 所以说这个等于说也是一个回购 有点点草药味的 淡淡的这种橘色吧 有点偏棕 然后它这个呢是用在于你的呼呼水之前的 这样一个精华 之前用它的感觉就是无功无过吧 后来我那个subscriber跟我说 他用了这个以后 他觉得去黄的效果特别明显 比较明亮比较有健康的光泽 所以说我就想再给它一次机会 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最后一个呢是Dr.Jart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其实在Sephora也有 但是Sephora没有这一款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一款 我每次去Sephora它都没有货 后来我就去Sephora问了一下店员 我说你们这是没货 还是说你们卖完了 他说之前是卖完了 但是现在是没货 已经不会再有了 所以说我就看它这个网站上有的 我就赶紧买了 因为这个是我朋友跟我就是大力推荐 他说他用完这个以后 感觉皮肤特别特别水润 就这个主要功效的就是补水 好那这一箱呢就是我在 Secret BB这个网站上面 入的一些新品 还有一些回购品 那他们家呢我觉得 还是比较有价格优势的 然后速度 游击速度挺快的 我下单不到三天就收到了包裹 那就是这样啦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然后给我投个B 其实大家能告诉我一下 就是B站投币的作用是啥 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 这个B站的这个B 它到底能干嘛 可以证明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 相当于一个赞的效果吗 还是说这个B是用来干嘛的 就像那种游戏打通关以后 收藏的那个B一样吗 我看大家每次都知道 大家给我投个B 然后给我收藏一下 我就跟大家学 就是说给我投个B 然后收藏一下 如果说投这个B很有效果的话 那就给我投B吧 如果没什么效果的话 大家不投也行 然后呢 要再次感谢 所有送给我的生日祝福的小伙伴们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You made my day 然后这个月就是我们的双子月 祝所有的双子宝宝们生日快乐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 Mu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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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